你在上瑜伽课的时候 语气也是这么一直很平缓吗 会有一点 你又很甜美 然后又说得特别慢 我就要睡着了 我都很难想象 我怎么能跟着你练起来呢 他这个算是一种风格 还是一个缺陷呢 我觉得平缓是他的性格特点 学瑜伽可能都偏向于安静 但是他的逻辑表达 是他的沟通问题 缺陷 目前来看面试当中的缺陷 不是人的缺陷 因为性格特点他不可控 但是他的逻辑表达 是可以提升和改善的 这样吧 咱们换一个方式 让他稍微地打开一点 给我们来一下技能展示 好 你要为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你自幼学习了一些 中医经络方面的知识 并且和瑜伽结合之后 的这种经络养生瑜伽 好的 那么今天场上的企业家当中 我觉得顾晶 应该对这方面比较有研究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 普拉提的教练 接下来我们掌持有请顾晶 到台上来 体验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心仪 好的 我接下来要带大家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 已经处在胆经的当令时间了 所以带大家去疏通一下胆经 因为我们这个熬夜的情况 会对胆造成一定的堵塞 对 大家都可以一起做起来 首先呢 我们手握空心拳 可以大拇指在内 对 四指在外 握空心拳 去扣机大腿的外侧 对 这是我们所能触及到的 对 把大腿的外侧完全都敲到 对 这样的话 去给它做一个热身 那拍的时候感觉很疼 是什么原因 一个是每个人的这个 对疼痛的耐受能力不一样 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胆经会有点堵塞 比如说经常熬夜 对 敲机完胆经 直到就是疼痛感不太明显 然后微微发热发胀的感觉 那就说明血液已经被我们调动到像这个区域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点这个蹲起的动作 让双腿就是更多的受到血液的供应 对 腹骨勾向后推 对 然后再去下蹲 来 大家看一下顾经的这个蹲姿 很专业 标准的深蹲的蹲姿 先推 对 腹骨勾 再去膝蹲 非常好 而且起的过程中要脚踩 地上肌肉绷紧中 对 慢慢站起来 另外他这个膝盖是不是不能过脚尖啊 我要插一句 膝盖不过脚尖 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前的理论了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侧面的立线 叫运动立线 深蹲不过脚尖已经out了 已经out了 对 完了 段东我也out了 完了 所以深蹲其实讲究的是三点连动 也就是宽 膝 踝 踝 三点要一块儿动 对 不是说不过脚尖这么简单 明白了 对 宽 膝 踝 一块儿动 开宽的练习 我先做一下示范 现在我们是双手推地以后呢 让右脚落在左手的后方 脚的外缘接触地面后 小腿放平 后膝脚被依次落地 脚被扒住地面 使大腿骨向回 仿佛要插进宽臼中一般 启动臀腿肌肉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感受臀和腿外侧的拉伸 我打断你一下 来 各位企业家 为了我们后边节目的录制 能够顺利进行 你们不要就跟着学了 对 你们的心一到了就好了 亚云你也坐下吧 人力资源只有一个 省着点用 对 你先试一下 如果不能完成 我们再替换 对 还可以 还可以 还不错 好 然后找到对大腿向回叉 对 前腿也要向回叉 对 脊柱伸展 随吸气时伸展向头顶 呼 俯身向前向下 对 双手走动向前 对 腹趴向下呢 我们会就进入到 睡天额式 对 可以感受大腿外侧和臀肌 有拉伸的感觉 也就固定上去 其他人上去也是白上去 对 很好 我们舒淇说也能做 舒淇 来 来 来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对 可以加油 我觉得这个柔韧性好一点 应该就可以下得去 我认为 但不一定是真的 对 先双手压实地面 建立一个好的根基 对 很好 然后现在要找正位的感觉 首先怀关节要摆正 对 然后脚背拖住地向回八 现在大腿要做一点内旋 对 让宽正位 好 现在大腿向回叉 对 好 吸气时从底骨推腰胸颈 逐渐伸展 吸伸展 我发现姑娘教学的时候 我们对她的语速 语速感觉特别好 对 对 对 哇 好棒 现在我们在这儿一边呼吸 一边体会外侧的拉伸感 这就是我们拉伸去疏通胆经 但是说挺好 挺有感觉的 对 我觉得她年客户的能力 应该还是很强的 对 对 对 穿上这样的服装 谢谢 有了瑜伽垫 马上感觉她这个语言的感觉 就不违和了 对 我们先掌声感谢舒奇和顾丁